AIPC AIPC 為什麼大家最近都在討論AIPC啊 那到底是什麼 螢幕前的你也有相同疑問嗎 來派出一位小老師幫你解答 什麼是AIPC 嗨大家 前幾週很開心收到高通的邀請 參加了Snapdragon Insiders的活動 還實際上台分享了 AIPC有什麼重點功能 在活動結束之後 我有速速發了一支Reels 還沒有看的蕭雨球 可以趕快去我的IG看看喔 其實AIPC 從今年5月Computex之後 熱度就一直很高 我自己也很好奇 究竟現在的筆電 已經進不到哪一個階段了 今天終於要來開箱啦 這一次要迎接Acer 首款導入Snapdragon X 一律平台的AI筆電 Acer Switch 14 AI 開始開箱之前 先快速說明一下 到底什麼是AIPC 簡單來說 AIPC指的就是 具備深層式AI功能的電腦 不過它厲害的地方是 它不需要透過雲端運算 而是可以直接在電腦本地端運行 那在裝置端運行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更加保護用戶的 搜尋隱私還有資料安全 不過如果全部的運算 都要在終端裝置使用的話呢 這時候就很考驗 裝置本身的效能如何囉 Acer Switch 14 AI裡頭搭載的 Snapdragon X10e平台呢 除了有大家熟悉的 中央處理器CPU 跟圖像處理器GPU之外 它還內建了強大的 神經處理器NPU 它可以加速AI的應用 在機器學習這塊呢 很有兩把刷子 而且就算在沒有聯網的情況下 它同樣也具備了45TOPS的高效算力 各種複雜的AI功能 基本上都可以信手念來 接下來就馬上來示範 幾個必知的AIPC功能給你們看看 首先在Acer Switch 14 AI上面呢 有一顆按鍵你們一定要認識 就是這顆Cole Pilot鍵 它可是AIPC的靈魂按鍵 而且是做成實體的非常直覺 有了它就彷彿像是 你筆電裡面住著一位 AI助理的感覺 你想要查資料 要找靈感 要做東西 基本上按下去 並且輸入相關的指令 它就可以幫你做到囉 我現在呢就要實際出幾個問題 來考考它看它知不知道 首先我們就按下Cole Pilot按鍵 你好午安 現在要問它的第一個問題 請問高通Snapdragon 7s Gen3的平台重點 Enter 它現在直接幫我列出來了 這一次是有非常多項的性能提升 然後還有新功能 包括說跟前代相比 提升了20%的CPU效能 然後提升了40%的GPU速度 以及有支援AI啊 針對遊戲跟影像的處理 都會更加的優化 再來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問它 這一次三星Z Flip 6跟小米MixFlip 兩款都是搭載Snapdragon平台的 遮疊機 差異在哪裡 它列的很詳細耶 包括就是設計差別在哪裡 螢幕內螢幕外螢幕的尺寸 防水等級 然後兩款的性能電量相機 都列出來給我了 非常非常的快 最後一個問題 我要問問它知不知道 宇恩YU底線是誰 好好奇喔 究竟搜尋出來的結果 它會怎麼樣形容我這個人呢 是一位知名台灣YouTuber跟內容創作者 主要分享3C科技產品 生活好物開箱 美食旅遊的內容 他說話速度快 哼 他說說 他以說話快速且幽默風趣的風格 吸引了帶項粉絲 謝謝大家 看來我的語速是 Copilot 鍵也知道的事情呢 從剛剛的畫面呢 大家應該可以發現Copilot它秀出來的結果呢 是非常有條理的 它這些文字啊 是有經過AI消化之後 才通整出來的內容 而不是像我們以前用的瀏覽器 如果想要搜尋什麼東西 我們輸入了之後 它就會跳出各個網站給你 然後你還要自己一個一個 去點擊去查看 這個完全不用 它是直接幫你都把資料通真好了 而且它整體的速度呢 是有比想像中快非常多的 甚至還有附上來源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也可以點擊這個來源的連結 去查看更多的一個相關資訊 我覺得這對我平常工作啊 在找資料整理做功課的時候 是非常有幫助的 看到這邊 你以為Copilot只能生成文字嗎 No 圖片也可以 我接下來呢 想要請它幫我生成 一隻鵝跟一群鴨子在湖邊玩的圖片 來看看 會做出什麼樣子的圖吧 看它分不分的出來 鵝跟鴨子差在哪裡 小魚球還記得嗎 脖子短的是鴨 脖子長的是鵝 呵呵 I'll try to create that 好 它現在正在生成當中了 然後可以發現 它在生成圖片的時候啊 這邊會跑出一些動畫 我覺得是蠻漂亮的 不像我們以前 可能在搜尋或是等待的時候 只會有那個轉圈圈有沒有 等於你邊等待的同時 也可以邊欣賞這個畫作 好了 嗚 它真的有翻出來耶 你看真的比較大隻 然後脖子比較長的是鵝 然後跟一群小鴨子 我覺得現在還不夠豐富 我想要再加兩隻貓進去 看它等一下會蹦出什麼 天馬行後的想法呢 然後它剛直接把我更新了文字敘述 變成一隻鵝跟一群鴨子在互邊玩 並且有兩隻貓在旁邊的圖片 哇 好可愛喔 可是它幫我生成了不只兩隻貓 但是這張好可愛喔給你們看 很可愛耶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就是你腦中想像的各種畫面 竟然只要透過這樣子 輸入一些文字指令 它就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生成出來圖片給你 我覺得這對我平常 可能在製作影片封面 或是社群圖片的時候 可以提供我非常多的靈感 我覺得大家如果平常工作 或是學習的情境 很常需要有這些靈感發想 或是常常有很多的資料 需要匯整的話 真的可以多多尋求 有這顆Cold Bylet 鍵的協助啦 再來第二個對我來說 也很實用的功能 叫做即時輔助字幕 簡單來說 它就是可以把你現在正在看的影片 即時翻譯成英文的逐字稿 並且秀在螢幕上給你看 那目前它是支援了 40級種語言 可以即時生成英文字幕喔 好的 我現在就來開啟 即時輔助字幕 並且用我自己頻道的影片 來測試看看 翻譯的精準度如何 好的 我剛剛那一段是在講說 我出去玩是比較喜歡 就是在一個定點 可能拍拍照啊 跟家人同樂 我就會很快樂了 它這邊其實也有翻得出來 就是只要就是看一下那邊啊 跟每個人拍照 然後跟我的家人一起共享這個時光 我就會覺得非常快樂了 但是 It's more like the summer part 就是夏天的部分 我是屬於這一派的 但是如果是冬天的話呢 我就比較願意出去走走 它這個都有翻譯出來 好 我們來換第二支影片 我剛剛前面有一段說 就是我很猶豫很掙扎 在給幫我買 他真的幫我用了 struggling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I used to live at home 就是在講說 我之前都住家裡 媽媽給我什麼 我就用什麼 這個他也是都有翻譯出來 其實這個即時輔助字幕 我覺得它的翻譯精準度 大概七八成左右 而且它是會根據你影片的前後文 去不斷的修正跟調整它的語句的 不是直接找翻還蠻聰明的 因為我很常需要看國外媒體的開箱影片 或者是我有follow蠻多韓國的youtuber 但是很常呢 他們的影片都不一定會有CC字幕 這時候我就會看的蠻痛苦的 就是沒有共鳴 但是現在自從我有了 即時輔助字幕的功能之後呢 我就可以更快get到 他們的影片內容再說什麼啦 又或者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我的媚婿是日本人嘛 那以前如果我想要跟她分享 我拍了什麼影片的時候 通常都只能靠妹妹幫我們 就是來回來進行翻譯 但現在不用了 我現在英文字幕可以直接秀在這個螢幕上面 我們就可以少一道溝通的步驟 可以直接用英文來進行溝通啦 嘿對 目前只有英文 也希望可以趕快看到這項功能呢 可以盡快支援到 其他更多國家不同的語言囉 再來第三個AI功能 誰跟我一樣覺得自己沒有藝術天分的 來 沒關係 交給小畫家裡面的co-creator 讓你秒變藝術家 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要在下方這邊 輸入一些文字內容 看你想要創作什麼 比方說我想要一台筆電 螢幕桌布是一個花瓶 插滿花 我們這個文字內容確認輸入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到左邊的這個畫布 來進行作畫 那你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筆刷跟顏色 好 我先來畫一台筆電 鍵盤先忽略 然後花瓶好了 給它一個藍色的花瓶 有看過一筆畫到底的人嗎 沒有的話就是我 插滿花 我想畫個玫瑰花 但我可能畫不出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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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意會到就好 再加一點黃色 繽紛一點點 香日葵 啊 香日葵 最喜歡的東西 是香日葵的種子 看它能不能辨識出我這個香日葵呢 可以看來對它來說有點小困難 欸 它辨出是玫瑰花耶 怎麼那麼厲害 我自己都看不出來是玫瑰花 秀球花好了 好 我再把筆電 弄得更像筆電一點 花瓶在烤肉家上面 筆電 我要怎麼讓它知道是筆電呢 我把文字改成notebook 嘿 等一下喔 畫作螢幕 這個喔 你說我加個螢幕的框是不是 是 好快樂喔 反正先跟大家說 我目前做的畫差不多到這邊了 然後剛剛大家應該有發現 就是我編畫的同時 右側 cochlear的地方呢 它也會即時透過AI來生成我的這個畫作 那其實在下面這邊呢 還有一個創造力的滑感 就是你可以自行決定 你想要讓AI介入多少 比方說我只想要讓AI介入50% 剛剛是70% 如果是50%的話 看來還不夠 拉到百分之百好了 看看如果我只是把它拉到百分之百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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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畫作直接變得栩栩如生欸 那你這邊呢 還可以再選擇不同的樣式 比方說我讓它變成像油畫的感覺好了 但是我的notebook 它是看不出來欸 欸 它其實自己幫我加了一個 很像是在便條紙上面 畫了一個立體的花瓶的感覺 變成另外一種風格 我是蠻能接受的 畢竟就是我自己 一台筆記型電腦 螢幕 這樣子 欸 有欸 有欸 我把這個創造力再拉高 60幾 欸 好像還可以欸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欸 我好像不用到完全百分之百 那種很立體感的 這樣子也可以欸 因為妳畫好漂亮 謝謝 來 點兩下 我的畫已經變成這樣了 反正畫完之後呢 你點兩下 這邊原本co-creator 幫你做畫的內容呢 就可以直接移到你的畫布上面 這時候呢 你想要在後續進行編輯 或是儲存都可以喔 歡迎大家為我這個畫作打分數 是這個喔 不是前面那一版 前面那版可以先忘記 謝謝 co-creator這個功能呢 對我平常在跟團隊內部進行溝通的時候 非常的實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腦中常常會有很多的想法嘛 那我就是畢竟繪畫技術不太好 所以我以前畫的那種火柴人啊 撇幾個顏色 我的團隊通常都是要通靈 或是要絞盡腦汁 才可以知道我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但是現在有了co-creator之後 你看我想要的畫面 就可以如實的呈現在大家眼前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減少一些溝通落差 或是要溝通很久的情況囉 掌聲 謝謝 那我們謝謝co-creator 功能展示的部分呢 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大家從剛剛的AI功能示範呢 應該有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它處理的速度真的很快對吧 那是因為Snapdragon S-Link呢 它是設計成SoC的晶片 SoC它的完整名稱呢 叫做System on a Chip 簡單來說就是它把所有的重要功能晶片 全部都封裝到同一塊晶片上面 也因為如此呢 讓記憶體可以更加靠近晶片本身 來提高記憶體它的傳輸速度 強化跟加快整體筆電的運算效能 除此之外 單晶片系統啊 還具備低功耗的特色 因為這些電訊套呢 他們同樣都是坐在同一個記憶體電路裡頭 他們彼此之間的傳送距離比較短 運算速度也會比較快 耗電量相對來說也會降低喔 OK 接下來呢 終於要來好好看看這台筆電本尊啦 這台Acer Swift 14 AI呢 我拿到它的第一印象就是 好輕 好有個性 鐵灰色的鋁合金機身 簡約沉穩非常有質感 而且整台呢 幾乎不沾指紋 這點很加分 上蓋右上方的Acer Logo 有做螢光設計 欸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筆電看到這種元素了 各種角度看都會閃閃發亮喔 另一個閃閃發亮的地方 在觸控板右上方 有一個NPU啟動指示燈 平常很低調 但是當你在使用跟AI相關功能的時候啊 它就會像是注入學一般的流動 彷彿在告訴你AI已Ready 超級有科技感啦 重量只有1.36公斤 輕量無負擔 而且續航呢 有比我想像中好 官方表示如果是看影片的話 續航可以長達26個小時 通機筆電大概都是18小時20小時 但Acer Swift 14 AI可以超過一天 這個電量表現真的很厲害 平常我亮度大概就是開80% 然後一整天邊工作也用了不少的AI 如果不接電使用的話 大概可以連續用6個小時左右 其實以這樣的續航表現 我覺得帶去咖啡廳 就算不帶充電器也非常OK耶 另外我覺得它的散熱表現也做得還不錯 我用到目前為止啊 還沒有發生過像是過熱發燙 或是風扇運轉聲炒到不行的時候 因為像我之前用的筆電呢 我不過就是多開了幾個分頁 然後同時下載跟上傳檔案 就發生過好幾次那個風扇運轉聲 真的然後快要起飛的樣子 14.5吋2.5K螢幕 畫面彩度高顯色蠻漂亮的 它還有通過低藍光的認證 重點還可以觸控 甚至像這樣180度攤屏也OK 你要跟同事同學討論事情都更加方便啦 側邊的連接部有兩個支援USB4的Type-C接孔 兩個USB3.2Type-A接孔 一個耳機孔 以及兩側都有立體聲喇叭喔 最後再加碼幾個Acer家族有的功能 剛前面有說AIPC上面 有一顆按鍵叫CodePilot鍵 你們一定要認識嘛 那在Acer裡面上 也還有另外一個你們不可不知的按鍵 就是這一顆AcerSense AcerSense的按鍵你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及時查看到 目前的裝置狀態是如何 像是你目前使用的是一般的系統模式 然後也可以直接看到現在的記憶體狀況 CPU的溫度 以及它的電池狀態是如何 那在這邊還可以做更詳細的一些硬體狀態的檢查 比方說你的磁節空間 然後你的電池健康度 以及記憶體的使用率是如何 甚至在應用程式中心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你常用的應用程式 加在右側的這個捷徑裡頭喔 還有Acer Purify View 它主要就是可以透過AI的加持 來增強視訊通話時候的一個效果 好的比方說我這邊可以打開 自動構圖處理 那就是我人如果移動的話 它的畫面就是會慢慢之命 讓我的人可以是置中在這個畫面裡頭的 或者是你可以開啟肖像打光 就可以讓整個人臉的立體度是更高的 來這個是打開 關掉 有吧 應該感受得到差異 再來下面這個眼神接觸 我覺得很酷 因為我們很常可能在看螢幕的時候 就是會忘記眼神要看到鏡頭的部分 那這邊你看 我如果現在即使是在看螢幕的狀態 它還可以讓我就是眼睛 彷彿是在看著視訊鏡頭的 很神奇 那我覺得提磁機的效果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在自己去選擇最適合你們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邊還可以開啟背景效果 但是我現在剛好就是背景滿乾淨的 這個就是比較標準版景深虛化 比較明顯的一個效果 或是另外一個人像背景揉膠 就是會稍微讓這個虛化感 沒那麼明顯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效果的 最後還有一個創意篩選的部分 就下面有說明動態跟水彩 讓你的這個視訊畫面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動畫 立體度加強的效果我滿喜歡的 然後如果水彩的話是長這樣 從畫裡面走出來的人就是我 反正很有趣 大家有機會可以在自己玩玩看啦 那如果你覺得要做這麼多設定 有點麻煩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開啟Acer的QuickPanel 它也可以讓你快速的去調整一些 攝影機相關的設定 像是可以調整人像的精細程度 銳利程度 或是也可以選擇要不要讓它記住 Purify View最後的設定喔 最後是Acer Purify Voice 它這個功能不需要特別打開 當你在視訊或是通話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開啟 那因為Acer Switch 14 AI 本身有支援AI降噪 可以去抑制周遭環境的雜音 並且裝置本身是有支援三麥克風 所以人生的收音也是不用太過擔心的喔 這次長時間體驗 AI PC 我覺得相比我之前用的筆電來說 真的幫我提高了非常多的效率 光是這一顆CorePanel的按鍵 它就節省了我大半統整資料的時間 也給了我很多靈感創意來源 我覺得現在在筆電當中導入人工智慧 就很像是將筆電塑造成一名虛擬人物 隨時有個夥伴陪伴在你身邊 跟你對話 提供你各種想法跟答覆 做起事來會更加有事半功倍的感覺 其實不管你是哪一種身份 或是哪一種工作性質 只要你知道怎麼樣下指令 AI PC 都可以幫助你更快的 落實你心目中所想的 達到一個很好的輔助效果 小羽球們有機會趕快去試試看吧 各位朋友們 請你們打開你們的YouTube頻道 搜尋與 NYU底線N 按讚訂閱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